东非沸沸逃脱案引发大家对于动物园管理的关注 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在脸书上发文质疑 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动物交换戒指制度像是弃养一样 因为接连两年一共是送养了18只动物给花莲的兆风农场 但是兆风农场却曾经被评为是十大恶劣动物展演场所 面对了指控花莲宪府出面强调一切都有依法管理 民众开心来到农场为使骆驼其骂 这里是花莲新光兆风农场 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动物交换合作单位 不过现在却遭质疑动物照顾品质不佳 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发文质疑北市动物园 因为兆风农场2014年就被评为十大恶劣动物展演所 但北市却接连两年送养一共18只动物 最后不但造成骑之身亡 还有北市来的水牛被转送给民间 最后下落不明 种种争议也让议员担心 交换制度如同弃养 他合伙的一说没有应该就是没有了 我们养的都是去屠宰肉品市场 传出接手水牛的农场 强调没有印象养过水牛 目前牛肢状况恐怕还是不得而知 不过面对兆风争议 谢府也出面强调都有依法积极管理 他可能在饲养上有一些的适当的地方不适合 大概也做了一些的查证财法 针对有一些的遗异部分 也跟辅导业者来做一些的改善 面对议员痛批 北市动物园也发声明回应 表示交换钱都会确认合作单位照养能力 过往和兆富农场合作也都有良好经验 六福村东飞飞飞事件后 东宝议题再被放大解释 就派所有动物都能安心健康生活 借陈杰 花脸报道